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Pokemon GO新消息公布,继先前第一世代的激动鸟、闪电鸟与火焰鸟与第二世代的洛奇亚陆续登场后,官方在今天再释出第二世代的三神兽雷公、水军还有炎帝,让训练师们可以透过团体战将他们收服。 根据Pokemon GO官网公布,自日本时间9月1日起,第二世代传说中的宝可梦雷公、炎帝及水军将会出现在团体战的道馆中,而三只传说中的宝可梦将会在各州轮流现身。 第一波为9月1日至9月30日,水军会出现在亚太地区,炎帝会出现在欧洲与非洲地区,而雷公会出现在美洲地区。 而之后这三只传说中的宝可梦将会在10月与11月分别移动至其他地区降临各地的团体战道馆。 台湾的水军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陆续出现在各地的道馆,台湾各地也再度出现抓宝人潮。 大家齐聚在道馆一起合力收服水军。 根据玩家表示,这次的水军像教育之前的地级洞鸟、闪电鸟或一夜鸟及洛奇亚,算是比较好打的,也比较容易收服。 水军是水属性的宝可梦,被电与草属性克制,对火、钢、鞭、随有抗性。 不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,普遍认为水军的基础素质并不突出,只略胜过同为水性的水精灵。 再加上神兽无法守道馆,泛用性也不如其他的水属性宝可梦,因此被不少玩家戏撑开图鉴用了宝可梦。 但有鉴于先前官方也曾改动过部分宝可梦的招式与数值,或许可以期望日后会翻身成为较为强势的宝可梦,一符合传说中的宝可梦之名。 另外关于朝梦与VIP团体站的消息,官方也将展开VIP团体站的实地测试,在9月7日会向部分训练家寄送VIP团体站的邀请函,在世界各地选定的道馆进行实地测试,较原先预期的9月1日延后了一星期。